哈囉大家好,我是飛 那今天是四重系溫泉季的第一天 當然,身為一個資深的溫泉粉 我肯定是要來泡溫泉的 那這一次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最常駐的這一間 最平價的溫泉 就是這間新溫泉旅館 那接下來我會跟大家分享 我個人做了新的 因為它真的一碗只要一千多元 兩千內就有找 你在四重找不到其他更平價的溫泉旅館了 接下來就帶大家開箱一下 我這個住了四五年的愛店 到底長怎樣 一來之後我往右邊走 就是他們的浴池 那這個只要你是有住宿的用戶 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等一下就直接帶大家看一下 裡面長怎樣 這裡是他們的澡堂 只要你是房客都可以免費使用 那我們先看一下雙人湯的部分 雙人湯事實上 它浴池也算蠻大的 可以看到裡面還有一些 可以按摩的噴泉口 相當舒適啊 然後進來大家看一下大早堂長怎樣 那這裡就是他的家庭大廁 五個人大廁 好 真的是超級大 大家可以看到 它真的 我整個人在裡面 就算我躺平 都填換這個大廁 以五個人大廁 絕對是非常足夠使用 旁邊只有一些樣 木頭裝飾 古色古巷 然後這個紋路可以確保 你不會在裡面滑倒 這個田廢用真是太縫心了 超棒 好那我們現在就上來二樓了 今天我們住的是二零三 OK就是一個簡單的雙人房 就先進來了 好那我們現在進房間 這就是我們兩千二的房間 事實上 以房間來講 真的不算太大 然後光線可以看到 我們光大概就是在這一圈 事實上旁邊比較暗 但沒有關係 畢竟在四重七兩千二的房間 我對它的要求和其他真的沒那麼高 因為畢竟我自己也住這一間住滿久了 他們就是一個很老牌的房間嘛 所以 整體一樣 床鋪 坐起來 我覺得是偏硬一些 所以如果你是腰板不太好的朋友 這一間建議你不要來住 可以住附近的回鄉店店 但如果你是對自己 腰有信心 或是你對床鋪有要求 這一間是可以考慮的 所以它的床棉被什麼 都是偏久 還有它的床鋪偏硬 那旁邊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 東西有很多 沒有辦法 我們一切 最Free FreeStyle OK 這邊就是有一張沙發 然後如果你要吃東西 這邊有一張桌子 只是都被我們拿來堆東西了 那旁邊它也有附一些貝品 它貝品裡面包包的就是 可能肥皂 然後呢 沐浴乳 洗髮乳 然後牙刷刮虎刀 算是 現在來講比較少見的風格 因為現在來講 大部分都是走一個環保的風格嘛 但畢竟他們那個老闆 真是有一定年階 他們為了收拾方便 可能還是選擇這種一次性的 但如果你是對於地球 環境 比較有 在座很保的朋友 建議還是可以自己帶啦 那最後 最後 最重要來試東西 各位要幹嘛 泡溫泉嗎 哪有什麼比泡溫泉更重要 對吧 所以各位 帶大家看一下 它的溫泉池 那它溫泉事實上也不算大 這邊是我們的大小 大家可以看到 事實上以我個人來講 應該就是 一隻半的距離就會碰到底 然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這邊還是有溫泉池 可以去做一個放水的動作 它溫泉池 溫泉水跟這個是同一個水龍頭 所以相對起來 方便 但也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 有些人可能 你想要 放水的時候 直接沖澡 可能就比較沒有辦法 因為它就是 共用一個水龍頭 這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啦 但是 再講一次 2200的價格 你在四重西 找不到其他家 有這個價格 如果你有其他家 比這個更便宜的 告訴我 我絕對去住看 看看它住起來 到底怎麼樣 那它做了2200這個價格 這些 房間賬 它有提供 50元早餐 明天早餐你就可以直接去對面換 然後這個地理位置 更不要講 旁邊7 走路5分鐘以內 你就會到四重西公園 就在四重西溫泉界正中央 這個距離 這個位置 各位 還不住起來嗎 那這間 我自己私場 真的 我自己住的5次以上 真的不虎爛 覺得是我個人 覺得非常好見 雖然它從1500 現在慢慢的 漲交到2200 漲到不少 但還是比這附近 大部分的房間 都還要便宜很多 所以如果你是 最近想要來四重西溫泉界的朋友 可以來這一間 新溫泉旅館住宿刊 真的就是很電話定位 因為它 老闆太老了 他們根本沒有網路定位這種東西 只有熟悉的熟客 才知道這間店 或是你有觀察到官網的朋友 你可能還會去體會看看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